我已经答应过你会劝我妈 为什么你就等不及呢 我已经答应过你会劝我妈 凡星姐 昨天擅自去找小寒哥 是我不对 但我找他是有原因的 我想要那张照片 你要找那张照片干什么 因为我想起来了 我就是你们家小女儿 照片里面那个女孩就是我 照片就是证据 不是的不是 是真的凡星姐 我真的是你们家 丢失的小女儿 崔教授就是我妈妈 姐姐 你的销链给我 公交车 姐姐 你那天带我出门 坐的是公交车对吧 我全部都想起来了 我真的是你们家女儿 崔教授不是急着要找女儿吗 你快带我去见她 告诉她小女儿找到了 别再说了 四月 对不起 我是想说 我妈才好不容易 从假女儿的事件当中 慢慢恢复过来 你不要再这样火上浇油了 我可以理解 你找妈妈的心情非常迫切 所以你脑子里 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请你不要再 不要再来打扰我 你找我也没有用 我没有这个时间 我先来陪你聊天 我现在要去公司了 冯千姐 阿姨 阿姨 麻烦你 给我开一下门吧 怎么又是你啊 我找崔教授有重要的事情 麻烦你通报一声吧 崔教授不在家 改天再来吧 阿姨 阿姨 这位听众朋友 其实我觉得事情发展成这样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不幸 其实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最安全 如果我们没有了挑战的勇气 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关于温森特梵高 梵高的一生 生活在被人们忽视和贫穷当中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画作的热情 他凭借着跟弟弟平凡的书信来往 慰藏着他 并不那么精彩的生活 但他却可以创造出一件 又一件 惊世骇俗的作品 所以可见 有七人来分享痛苦 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下面 与大家分享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 一号 一起来欣赏 一号 姐姐 能不能跟你见一面 我有话跟你说 好 好 福夏 你那么着急找我干什么 凡欣姐在上面吗 在 我给她打电话 她一直不接 我只好找你了 你去帮我叫一下她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想起来了 我是她们家小女儿 我是她的亲妹妹 你为什么要一直躲着思月 我不想在工作的时候谈私事 她现在人在楼下 思月她真是你们家丢失的女儿 对不对 她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觉得你还是跟思月说清楚吧 她今天早上到我们家门口去堵过我 我已经跟她说过了 现在是工作时间 她又到楼下来找我 我现在没有这个时间 去跟她说这些 思月她不是一个不同情理的人 你跟她好好说 她不会对你死担烂打 而且她那么做肯定有她的原因 她有原因 她通情达理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冷血无情了 好啊 你们所有人都站在她那边 那我是坏人 她是好人 那你们都去跟好人说 跟坏人说什么 好啊 思月 凡心姐 你想要说什么都不用说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还有 包括我 小韩附下所有人 你都不要再去跟他们说 这些莫须有的事情了 因为这会给大家的正常生活 造成困扰的 好啊 凡心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难道你也觉得我在骗你吗 那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你说的那些 跟我记忆里想的不一样吗 我知道我说的这些 让人很难接受 连我自己都像做梦一样 但是这些记忆 特别清楚地在我脑子里 感觉就像是真的一样 好啊 凡心姐 那个时候你也才十多岁 或许有些事情你也记不清了 我去找过崔教授了 但是 但是他根本就不让我进门 你又去找妈妈了 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 你才能明白啊 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我找你你也不理我 凡心姐 你能不能去跟崔教授说说 对不起 思雨 如果我现在回头 等着我的 就是万丈事 我记得 我小时候有一个花裙子 那个花裙子 那上面画着 好好你不要再说了 现在连我自己 都不能够确定的事情 我怎么能够去劝说我妈呢 再说了 你知道你现在 在她心里是什么吗 是骗子 跟敏依荣一样的骗子 她只要听到你们家 所有人的名字 她整个人都会崩溃的 自从敏依荣走了之后 我跟你说话 她都会觉得我在帮你 她会误会我 我现在说什么 她都不相信我了 你让我怎么办啊 妈 你看到我那串信心项链了吗 什么信心项链啊 就是我小时候戴的 那串手工项链啊 你找她干什么呀 我 你是不是拿着她 去找你的崔教授认亲啊 思雨 你不是答应过妈妈吗 不再提认亲的事啊 可是 我找亲生父母有错吗 你们怎么一个个都拦着我呀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思雨 你到底还认不认我这个妈呀 认啊 你要是认的话 那就听我的 别去 这次我不会听你的 我一定要去 你要是非要去的话 那我们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 回农测老家去 为什么 眼看着我的身世就要揭开了 为什么要回老家啊 好 那你就找你的崔教授认亲去 你就别再认我这个妈 我真搞不懂 我想找我的亲生父母有错吗 你怎么就不肯为我想一想 还动不动就说这种伤人的话 行 如果你这么不在乎我的话 那你明天自己回老家吧 好 同学 你好 我问一下 你看到美术系的崔教授了吗 哦 好像在那边吧 谢谢啊 没事 谢谢啊 崔教授 你来干什么 我有重要的事想跟你谈谈 我没有兴趣 其实我就是你丢失多年的女儿 太荒谬了吧 现在满大街的人 谁想来当我女儿 只要跑过来说一声就可以了吗 不是不是的 我想起来了 我全部都想起来了 我小时候是不是有一个 迪士尼的画裙子 哦 还有一个小凳子 上面有灰姑娘的图案 妈 我走丢那一天 是姐姐带我出门坐公交车 你不用再说了 你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迷依荣告诉你的吧 现在你们家两个孩子 轮流来骗我 是不是把我当傻子 不是的 是我自己想起来的 都是我自己想起来的 我还有一条手工项链 可以装明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废话 这里是学校 你不能随便进来的 如果你还不走 我马上就叫保安 我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喂 人家烦着呢 知道知道 所以给你加了双倍奶油 你再不喝 我喝掉了啊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啊 我不懂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啊 我就是肯定 我不仅肯定 我还确定一定已经肯定 我的直觉 我的记忆 我的潜意识告诉我 我就是崔教授的孩子 确定一定肯定 嗯